很多外國的朋友來到台灣旅遊的時候 孤約兒童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首先我要代表行政院 恭喜各位得獎人 同時要感謝大家 在不同的縣市、不同的崗位、不同的領域 默默行善 今天 所有的得獎人 我們可以看得到 不僅僅是來自四隆工商 也有我們警察同仁 也有新芳的同志 年紀最長的有90歲 最輕的有20歲 男女老又都有 從今天這個畫面 我們可以看得出 台灣是一個行善的社會 大家都默默的做善事 這個畫面 也印證了很多外國的朋友 來到台灣旅遊的時候 呼籲兒童都有一個共同的感受 台灣最美的風景是人 答案 敘奔 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